奧運是每個運動員夢寐以求的最高殿堂 馬拉松往年來說 是台灣常跑選手有機會登上奧運的項目 近兩年來 最接近奧運的是馬拉松權威記錄保持者曹淳鈺 還有真男人張家哲 當然蔣介文、蕾里莎、謝千賀也都有機會拼奧運 不過2022年12月20日 世界田總發布了2024年巴黎奧運的田徑達標方式 各項目為了增加積分排名的重要性 把參賽標準推到史無前例的高度 每個項目標準遠比絕大多數國家紀錄還要高很多 很多項目這一兩年全世界還不到10位選手能夠達到 這個做法只讓絕對頂尖選手可以用成績達標 其他選手都必須在成績和比賽排名上爭取最佳積分 而其中馬拉松跟其他項目有很不一樣的達標程序 官方文件的說法也需要時間和思考才能夠大概理解 本集來聊聊奧運馬拉松的達標 我們請到洪國志教授來協助小弟理解消化關於達標程序的疑問 也訪問到曹淳玉和教練兼男友陳佑任他們的計畫 每個田徑項目在奧運都有參賽標準 男子馬拉松自1960年開始設有參賽標準 男子組參賽標準從2小時25分逐漸往上提高到1992年的2小時14分 1984年陳長明成為首位台灣奧運馬拉松跑者 當時他跑出2小時29分53秒第56名 1996年男女子組馬拉松開始有AB標的達標方式 A標可以派3名選手 若沒有人達A標則有一個B標的名額 當時標準男子A標為2小時16分整 B標為2小時25分整 而女子組的A標是2小時35分整 B標是2小時50分整 許基盛該屆成為第二位台灣馬拉松跑者 當時跑出2小時23分04秒第57名 2000年以後 男女B標逐漸提高了2小時18分和2小時42分 2004年首位SUB240的台灣女子馬拉松跑者許玉芳 和當時稱霸國內所有長距離項目的吳文謙出賽 分別跑出2小時55分58秒第57名 和2小時23分54秒第56名 2008年吳文謙再度站上奧運舞台 跑出2小時26分55秒第59名 在這之前 台灣選手在奧運馬拉松的名次 都很巧合落在56到59名之間 2012年張家哲站上奧運舞台 當時還有鬧得沸沸揚揚的地水事件 最後他跑出2小時29分58秒第77名 2016年里約奧運突然取消AB標還變得很佛 馬拉松標準為男子2小時49分整 女子2小時45分整 這屆何敬平、謝謙赫以成績達標的方式參賽 陳宇璇在金標的廈門馬拉松以第10名特殊達標 同屆有3人參賽為史上空前 當然也因為標準放寬參賽者激增 再加上世界整體水準的提升 3人都是以3位數的名次作收 2017年後 曹淳鈺開始突飛猛進 和謝謙赫被視為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勢在必得 但一改里約奧運馬拉松歡迎全世界參加的嘉年華標準 把標準大為提高 甚至比歷史上所有的A標都高很多 男子2小時11分30秒 女子2小時29分30秒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延期 選手多出1年可以拼達標 雖然曹淳鈺達標期間3度刷新全國紀錄 大幅提升到2小時32分41秒 但跟參賽標準仍有3分多之搖 原本東京奧運馬拉松參賽標準 已經是台灣選手難以觸及的境界 巴黎奧運標準 在2022年公佈後 男子2小時8分10秒 女子2小時26分50秒 幾乎讓人絕望 除了參賽標準更大幅提高 迫使絕大多數選手必須爭取積分 還有分兩個階段繁複的程序 一時讓人一頭霧水 至少小弟是有看沒有懂 對很多地方也很有問題 本集我們諮詢了KC大大洪國志教授 協助詳細剖析達標流程和方式 首先我們來看看官方公布的辦法 馬拉松設定為男女各80位參賽者 而馬拉松達標期為2022年11月1日到2024年4月30日 第一階段為2022年11月1日到2024年1月30日 這個期間內以每個國家積分前3名下去排的前64名有錄取資格 不過按照第二階段錄取20%的描述 第一階段實際錄取為64位 而白金標賽士的前5名也直接取得保證參賽資格 第二階段的名額按照字面上20%換算是16位 有50%也就是8位選手以成績達標 也就是男子2小時08分10秒 女子2小時26分50秒 另外50%的8位選手只是以2024年4月30日前的排名選拔 這邊世界田總沒有說明的是 如果有超過8位甚至16位成績達標 要如何選拔 推測世界田總是以歷年積分排名來評估 排行65名以外的選手 不會有超過8位能夠達到那個標準 沒有選手達標的國家 若有達到男子2小時11分30秒 女子2小時29分30秒的門檻的選手 可以在2024年4月23日前推薦以外卡方式參賽 這邊世界田總沒有說明外卡是否有限額 推測也是因為他們評估 能夠達到門檻的選手不會很多 所以就沒有進一步的規定 不過基於等待其他選手6月30日前達標 或是考慮選擇推薦100公尺或800公尺選手 外卡參賽等因素 各國協會仍有可能不推薦達到外卡標準的馬拉松選手 本屆比較特別的是 只有100公尺是開放給所有外卡選手參加 800公尺部分只取3名 不過即使提出外卡之後 6月30日前有選手達標了 那外卡的名額就得取消 講了那麼多 台灣選手要達標奧運馬拉松 該怎麼做呢? 先簡單的說就是最少要達到2小時11分30秒 和2小時29分30秒的外卡標準 如果沒有爭取到積分排行參賽 至少也有機會外卡參賽 那再來分析這幾個階段台灣選手面臨的差距和挑戰 第一階段完全是看積分排名 積分排名是每個選手在指定時間範圍內 每一場比賽的運動表現分數 加上比賽名次分數總和的平均分數 運動表現分數是依據世界填總積分表的換算分數 比賽名次分數是按照比賽等級和排名 有不同的分數 所以要爭取積分 除了提升運動表現的成績 也要爭取高層級比賽的參賽機會和力拼名次 以女子2022年全年排行為例 60-70名的成績 都介於2小時26分到2小時30分這個範圍 不過如果在高級別比賽獲得的名次分數較高 有幾位選手以2小時30分到2小時32分的成績 排在前70名內 所以曹淳玉這一階段 跑出2小時30分內為目標是有機會的 其實他在2022年1月到4月期間 就保持在61-65名之間 而最新的排行截至2023年1月3日 曹淳玉排行第104名 雷里莎第153名 張子軒第164名 男子方面 張家澤2小時20分的成績 在2021年排到第128名 而最新的排行截至2023年1月3日 蔣介文排行183名 周庭應排190名 如果第一階段落選 第二階段要以成績達標 對台灣選手而言可以說是不可能 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力爭取積分排名 若能擠進世界前80名都有機會 而即使有達到外卡標準 還得獲得田徑協會的推薦機會 因為協會可能會選擇推薦其他任何選手外卡 參加100公尺 或是以等待6月30日前 是否有選手達標為由不提出外卡推薦 在弘國智教授的協助下 我們大致了解了巴黎奧運馬拉松打標程序 那也來停停現在最接近奧運的曹純玉 他和教練兼男友陳佑任的想法 跟接下來的計畫吧 對 至少我們先要4分半 原來現在對於一條理 然後他們要4分半 所以我覺得你先把一條一條一條 上面 跟相關的一條一條一條 那你們打算瞄哪一條 什麼啊 4分半半 4月吧 因為 第一個是他的日期啊 對於我們 12月或1月 沒辦法結束 然後練腿馬會比較沒作感 2 2 第二個是他的日期 他只有一座大小的頭 算是前五大特殊賽道 對對對 算是世界前五大對 然後第三個是他金標 他不是白金標 去了歐美的非洲的跑者 我也是義軍啦 通常都是二軍練兵的地域 所以去那邊 爭名次可能相對有力 爭名次是為了幾分嗎 對 雖然歐美的金標賽事齁 比我們厲害的還是很多 要爭前十二名 因為前十二名才有幾分 爭前十二名還是不簡單 那這個就是 各方面的因素考量下 什麼中的最好結果 機率也很重要齁 對啊對啊 也會像日本的 像蘋果屋 嗯 然後還有大阪純銀子 這種純銀子的比賽 基本上也不用想要拿到幾分 日本反正深度太深了 對啊 因為前十二名才有幾分啊 但會去跑那些純銀子比賽的日本 光是個臉選手 比你低海的就不只十二位 一堆二二騎人 而且你還要算 還沒算到黑人的選手 那個就適合去拚PV 不適合拿升級坑 亞洲這些追溯賽道 東京首爾 名字也很難整齁 對啊 首爾的話你就是要大會邀請 邀請選手 可能用大會成績出發 我首爾很多問題 對啊 下半年的話 應該就不會再拚 很接著嘛 因為他要去跑亞運 亞運可以算積分嗎 應該是可以算啦 但是因為 一段日期的關係 都在下跡 所以可能知道好不動來心 因為出來是一段時候拍照 你看到那個標準 出來之後 第一個反應分手 就傻眼 原本想說 228、229年高 然後 來個226 226實在有一個 一下子跳得太高了 越快 那個gap的機率越小 就是每個層 層級了吧 對啊 他沒有想過 就是 就是 把目標 沒有擺在奧運 還有很多其他比賽上 欸是有啊 當然就是他 能去奧運就這幾年 有機會拚就這幾年 所以當然就先移這個 耽誤自己 其他的比賽 感覺沒有那麼緊 嗯 再老一點也是可以 達標這樣子 也是 例如大家都 做那個 很想接二六大馬 嗯 而且 這標準 要來的時候就還好 嗯 老一點他也可以達標 應該全都可以 精英分分參加吧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先 先破二三零 嗯 因為 台灣也沒有女生打什麼 嗯 然後 世紀 也沒有素人打什麼 但是 先有 台灣人選手破二三零 還是先有本世紀 但是素人破二三零 上世紀也沒跑二二零了 對啊 有沒有那個啊 舉一張啊 對啊對啊 那真的很厲害 要怎麼練 還有一堆 二二二 五到二二九 那路透單身訓練 就是按照你們 應該就是一貫的模式嘛 對啊對啊 不會做什麼台大的改變 改變 原本有想說 Tempo要不要練到35 35 Tempo啊 是馬拉通配做 應該是說Tempe 要做是可以做 但是 沒有累積的時間 嗯 前面沒有累積的時間 跳太多 好 謝謝 之前這座是跑到三二嘛 對 就是 就是 比較大的改變 就是大概 有氧的體驗更好 哦 它棒馬 棒馬特表練比較多 嗯 然後 一萬特表 練的比較多 嗯 目前 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練到全馬的 MP啊 那些 嗯 我覺得用整個 就覺得 那個 330到330一間 這樣 嗯 就覺得好像很輕鬆 哦 那純玉覺得輕鬆嗎 哇 哇 現在還沒想那麼多 我大概就想 先 先把自己的半馬練好 我 這月底還有一場 半馬 大阪 大阪 沒去過 看起來好像很好 跑去 去跑看看 能破PP 就破PP 嗯 不能破PP 就當訓練猜想 有 從這個月開始 重點還是在四月的全馬 嗯 所以是 在練全馬 期間 好不好看 對